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 这里是你的家 我的家在海的那边 你不是说过吗 这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家 可是你来完了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 照顾好你自己和剑子 把他当成你的儿子 把南岛当成你的家 你来吧 把那边都掉了 不是吗 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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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去外面办手续 还有 别忘了 你还剩十六个小时的积压时间呢 放心 放心 您 您的话语 您的话语 就是我生命的方向 您的话语 就是我生命的方向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会忍心离开 我要抹去你眼中的奶 带你离开这伤害 逃过着而来 逃过着而来 所有生情的小孩 冷漠的世界 听不到你的呼喊 优秀的身体 优秀的身体 如何抵挡着风寒 Every child is a star of hope Burning so bright 抱紧我 靠在我胸口 我会永远永远地爱你 用我全部的生命 在这无穷不幸失望里 守护着你 虽然 昨天的事 我不太记得了 但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 你 你哭了 没有 没有 风吹到眼睛里了 这里哪有风啊 我说有就有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诸位 有一些事情干戈了 来 读坐 今天把大家请来 是需要在这里 跟大家探讨一下 近期我们南岛的 安全秩序问题 就在昨晚 在一处废弃的船屋附近 发生了一起 池蟹斗殴事件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六具尸体 后来海警又在海上 打捞出两具尸体 八条人命 就这么没了 如此恶性的事件 发生在我们和平安定的南岛 对于我们警方这简直是耻辱 从今往后 我不希望再看见 任何类似的事件 再次发生 希望各位团结合作 把罪恶杜绝在萌芽之中 李警部官 也请你 跟你重案组的同事们 多辛苦辛苦 把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 好好处理 千万不能让他对我们南岛 以及我们南岛警方的声誉 造成负面的影响 请听早放心 恐怕 李警部官不用辛苦了 这是督察部 对你的处罚决定 经督察院查实 李永基警部官 在处理邱门集团被诬告一案中 曾多次严重违反司法条例 并在隔离调查期间 擅自调动警力外出 组织决定暂时解除其一切职责 只保留警务官职位 令 重案组就地解散 改组重建 相关人员职务调整 请留意尽气调令 不会吧 这是所有权利 不是开玩笑吗 重案组重组 这可是大手笔啊 看来他是要搞集权了 安静 不许 永基啊 我也没有想到 督察部居然给你这么重的处罚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量为你调解 争取早日回来 重领大军 我无愧于心 坦然接受 厅长 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其他同事无关 你不要怪罪他们 希望难道 在大家的代理下会更好 同事们 辛苦了 李警官 李警官 你这是 你们需要我回来的那天 不会太远 这次又是我连累了你 真的很抱歉 不 应该是我替我哥向你道歉 不是这样的 我早就说过 他是他你是你 我不会因为他做了什么 对你而不满 况且 他最后也是为了我们 那一番求门的人我来杀 保护好那个编码器 那是老子拿命换来的 开船的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我 你没事吧 你等着 我去叫医生 我没事 是我弄疼你了 对不起 没事 我哥说他没有杀可可 看他的样子 应该很在意可可吧 那你相信他吗 按理说 他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必要骗我 只是我现在 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 那我呢 你每次都被我拖累成这样 你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 唐燕 其实我 其实那天 我们是被连不救的 对对对 哦不对不对 其实那天我上船的时候 你已经 已经 晕倒了 然后 然后索头哥就让我 让我赶紧跑 然后 然后他就去跟歹徒拼命 然后他 然后 他 他就 然后 然后警察赶到了 对 警察把我们送到医院 警察救了我们 好 好 唐燕 那天你没看到吗 我脸上 你脸上 我知道啊 你担心 对不起对不起 你放心吧 我问过医生了 你脸上不会溜达的 以后还可以靠你这张脸 偏吃偏喝 真是 你看你 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我去给你打巴水 擦擦脸 唐燕 我有话要对你说 其实 我就是 你怎么弄成这样 不是啊 盈住吗 你怎么说 你说话呀 你别发胆好不好 这很吓人 不 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吧 你说话呀 唐燕 你告诉我 他到底怎么了 我没事 你别着急 他没事了 刚刚还跟我凶呢 要不看你这么可怜啊 我觉得你 好好躺着啊 我就大巴水晶洗洗脸 喂 谈音乐这么会照顾人呢 那你也算是因火得福的 不过吧 人家谈恋爱吧 都亲亲我我天天秘秘 看看你 这杀手谈情爱真可怕 还好吗 帮我收拾东西 我要回家 我们去一起 长官 这是从海里打的刀来 好 永基啊 丁总 你这次的行为方式呢 实在有点过激 不过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趁这个机会 好好休息休息 我会尽快安排你回一线的 毕竟 我们警厅在破案方面 还是很需要你的嘛 是啊 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心理负担的问题 厅长你放心 上级的一切决定我都接受 这就好 厅长 那我先离开了 好 好 好 我明白我明白 满足剪子先生的一切需求 陆口供的事情放心吧 我会派专人去做 好 好的 那我挂了 老詹哪 你要送我的这份大礼 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你都快七级残废了 你不接受治疗回什么家 你再说了你在警察医院同意吗 你这么走了 除了事情谁负责 这些年我在暗处接触很多事情 你知道邱门究竟有多强大 相信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没有人敢拦我不是吗 是是是 你现在最太行了吧 不过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李永津的家伙吧 现在已经没停职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 危机解除 它恐怕没那么简单 好了 你就听我的 帮我办出院手续吧 这点上午能处理好 快啊 不过我说这个人皮怎么坠得跟头驴一样啊 你这样回去谁在会 怎么了 你说什么呢 这个人 踏踏踏出院要回家 他这么大的人了 你自己的主见 我一群人了 你不劝一下吗 你不劝一下吗 好了 帮你擦完脸 就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我 唐一 你以前不这样的 你们两个人躺了厉害 把脑都烧坏了 我去 帮你们早餐车 又不会接你们 走 Particularly 我自己在研究 more 刚才的事情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相信你很快 就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你怎么也学会这套安慰人的话了 我看起来像是不振作的样子嘛 反正我已经好久没休息了 也该是时候放松放松 就是因为你看起来 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才让人担心啊 要是你以前的性格 你早就好 你也知道那是以前 也许我之前的行事风格 确实有问题 不过人嘛 总是会成长的 一种方式不行 就换另外一种 没什么大不了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以前的样子 不说这些了 对了 那天你从机场把唐英和救护车 救护车 救护车怎么了吗 没事 一点小问题 需要我去调查吗 这倒不必 我下了班 顺路去处理一下就好 之前的任务是我连累了大家 你们都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早点休息吧 好的学长 有事你就叫我 有事你就叫我 等一下 怎么了吗 暂时委屈你 你呆在扫黄族了 没关系 反正连卜已经确认死亡了 我想 难道可以太平一阵子了 你也觉得锁头就是脸卜 不是吗 是吧 我也不知道 没什么 你先去忙吧 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 是的学长 有什么事你也随时找我 请问简子的病房在哪里 从这里上去走到头二楼 然后留病房 好 谢谢 谢谢 唐小姐 我有些话要问简子 是 感觉怎么样 好 很痛 所以需要休息 我看你还好嘛 放心 入完口供我就走了 李警官 这个案子 好像不归你负责了吧 职务上我是警厅次长 有权购问此事 难道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李警官 请问有什么事吗 入口供 不过他好像不太愿意配合 他胆子有点小 你也知道的 可能他 放心 很快就好 照片里的人 你认识吗 虽然此案定行为黑社会火拼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点你应该也很清楚 对吧 医生说了 他现在情绪不易受到波动 照片还是别看了吧 好 那我再问你 警方到达现场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所有歹徒全部身亡 尤其是锁头 中了二十多刀 只要你们两个安然无恙的 昏倒在现场 李警官 你看他胆子那么小 他这个样子 你是不知道啊 那天那个歹徒一量凶器 他吓得腿马上就软了 跑都跑不掉 要不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呀 哪还能记得什么事情呀 要不 你改天再问吧 啊 是这样吗 李警官 你看啊 他 他到现在都还在怕呢 他昨天 也是因为我才受了那么重的伤 李警官 求求你别问了 唐义 你别求他 你闭嘴 医生说了 让你好好休息 别乱说话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你先好好休养 如果想写什么 学习联系我 我送你 对了 如果你有空的话 记得找我一下 我们好好讨论 纸条上的那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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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巧了 我还担心找不到你们呢 怎么样 还好吗 我还好啦 都是这个傻小子 弱不禁风的 受了挺严重的伤 难道真是越来越乱了啊 听说那个歹徒还叫做脸谱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哎 奇怪了 奇怪了 这个级别的歹徒 怎么会攻击你们这种普通人啊 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我看我跟秀儿岂不是也要小心点啊 小心点好 还是说你们身上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 你们这样就要出院了啊 唐印 我有东西拉在房间了 帮我拿一下吧 好 话里有话 唐印太单纯听不懂 不如问我吧 剪子先生 你什么意思啊 看您对脸谱这么感兴趣 正好我也有问题想问您 您客气了 听说邱门让锁头哥照顾呢 他脾气向来暴躁 你们之间有过节吗 过节 怎么会 锁头上来照顾我跟秀儿 那就是私交很好 倒也不是 普通朋友而已 那你们最近见过吗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这不是老早就死了 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了 果然有东西放在病房了 病人也是蛮需要休息的 那我就不打扰了 而且你们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也知道他现在这个样子 理解 有空来我家玩哦 秀儿也是蛮喜欢你的 剪子先生 保重啊 我还没说话 我也是蛮想的 我也不想你这么想 这就是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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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那边的调查出结果了吗 夫人 您之前猜得没错 裴董事长留下的案情就是李永基 趁着韩清大乱 张叔把裴董事长的机密文件 偷了出来 正好有和李永基的往来的信件 和转账记录 真是可惜了 没能欣赏李永基看到 那些转账记录时的精彩表情 对了 送信的人处理好了吗 千万记住 这个时候一点意外都不能处 请夫人放心 死人是不会乱说的 什么人 人呢 有没有看清什么人啊 没看清 有戴脸谱吗 没戴脸谱 难道不是他 我不要 你 你还没睡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出去乱跑是吧 我 你什么你 你以后再这样谁要管你 好了 别说了 我去帮你伤口重新包扎一下 用这个吧 师父给我的药 比这个有香 知道错了吗 对不起 知错就要改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哪都不能去 知道吗 麦姐 唐一 你最近还是要小心利用集合经理 他们两个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呀 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有心思去关心别人 照顾好自己再说吧 啊 唐一 怎么了 谢谢你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 总能给我带来温暖 啊 矫情 你呀 不生病不受伤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好了 我回去睡了啊 对了 一会儿你这门我就不关了啊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你就大叫一声 我马上就过来 晚安 好 我只是担心 逼得太紧少爷他会 好 您注意身体 这天 又变了 你 看我眼前 每个都会好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任性离开 我要抹去你眼中的泪 带你离开这伤害 逗不执而来 所有伤情的小孩 冷漠的泪 听不到你的呼喊 优秀的身体 如何抵挡着风寒 Every child is a star of heart Burning so bright 抱紧我 抱在我胸口 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 用我全部的声音 在这无穷不尽时光里 守护着你 With a smile back on your face And I want you to keep in mind Every life is miracle Cause you're beautiful 沉默的世界 听不到你的呼喊 冷漠的世界 听不到你的呼喊 优秀的身体 如何抵挡着风寒 Every child is a star of heart Burning so bright 抱紧我 抱紧我 靠在我胸口 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 用我全部的声音 在这无穷不尽时光里 守护着你 Put a smile back on your face And I want you to keep in mind Every life is miracle Cause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Cause you're beautiful Cause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